拱布的又来 这个布手呢是人的双手 这个是金文的拱 下面是小钻子型的拱 那么拱如何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字型呢呢 我们来给它演化一下 这是人的双手 如果想要把它变成我们现在的字型呢 我们第一步呢先把它进行曲线拉直 也就是把这个曲线呢都变成直线 一 写着写 第二步呢我们把那些同一方式的线呢跟它连着写 连到一起 这就是它的基本字型 之后呢我们给它稍微的调整一下 它会产生两种字型变化 第一种字型变化看一下 第一种是一横 撇 竖 它就是巩步 第二种字型呢就是横 这种叫短片 加上 点 也就是说 巩步呢最终的字型呢在汉字当中我们常见的就这两种字型 大家记住这两种字型呢多半都与双手有关 这个汉字当中呢就是星 星呢它就是演化成了这种字型 我们来看一下星的由来 我们从简体字当中是无法知道这个汉字由来的 所以呢简体字成为我们认知汉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 那么这个繁体字的星呢这个同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想了解这个星字的由来呢必须要知道同字的由来 同如何来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翻找一下同的由来 这是同的甲骨文 它是什么东西呢 一根线 一根线 中间一个正方形 下面有一个人的口 为什么这个字念同呢 字音为什么念同呢 那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看这图片 这个图片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四个人呢手中抬的东西啊 我们称为叫石夯 他们正在拿的东西叫石夯 石夯呢主要是用来夯实基础的 这个在过去古代呢非常的常见 比如说在修建那种大型的场地啊 需要平整土地的时候呢 用到石夯 修建城墙的时候呢需要用石夯 修路呢需要用石夯 打地基呢也需要的 石夯咱们来画一个它的立体图啊 正常的石夯呢是这个样子的 一般请问一下这里呢 需要大家做这个凹槽 需要凹进去 那边凹进去 之后呢给它连到一起 这个也是连到一起 这也是我们石夯的常见的啊 这样石夯 那一般情况下就需要四个人去抬 因为这个石夯还是比较重的 四个人呢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甲啊 大家抬起石夯 完了之后呢从上往下就给它落下来啊 那甲滚当中啊 那是四肯的形状 石夯的形状啊 哎就是这个样子的 方形两侧 接下来是口 那么这个甲滚呢意思就是 四个人一起呢在打石夯 完了之后呢 张开嘴的目的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们 他们的行动是一致的 就是说他们一起来喊着口号 喊着那些劳动耗子 劳动耗子 好代表他们行动一致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石夯啊 虽然跟他的形状不一致 但是他们原理是一样的啊 这个就更加明显了 这个就是四个人在打石夯了啊 就这个样子的 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的同字啊 那么变成同的过程很简单 他把上面的石夯上移了 上移 往偏上移了 而且偏扁了 不再是正方形了 口依然不变 写到里面 这跟同就已经类似了 这是现在的同 为什么念同啊 因为石夯在落地下的那个声音呢 是噗通噗通噗通的声音 这个是一个从米森词当中呢 产生了他的字音啊 落地出那个通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同呢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起共同啊 共同 一样的 没有口的话 大家动作是不能协调一致的 因为有口令 所以呢 才会一样 所以这个字的关键呢 是下方有一个口 也就是劳动耗子的作用 我们在拔河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一二三 一二三 在哪个点上用劲啊 大家一致 这就可以了 上下左右啊 加了四只手 一二三四 刚才咱们刚刚讲完这个双手有关的这个这个步手啊 它们会变成什么形 还记不记得双手变成什么呢 下方会变成一行 点 上方呢 一会咱们讲上方变化规律啊 咱们现在开始给它变成我们认识的字 双手如果在上方的话 大部分在反体字当中啊 都会变成这个字形 双手朝上啊 这明显是人的双手啊 中间下方呢 咱们刚讲完会变成 哎 这个样子的 中间这个铜啊 咱们刚才也讲过了 这么写的 好 这一字呢 就是新字流来啊 还是非常的 简单的啊 也并不难 这个字呢 告诉我们 掌握了几种字形啊 首先双手就上 是什么样子的 双手在下 是什么样子的 好了 接着我们看下一个字 这就是新字的由来 新就是 十行一起向上抬起的过程 啊 向上抬起的就是新 好 同样的 我们来看这个字形啊 我们把新了解之后啊 这个字咱们就迎而解了 上面呢 这是一个青铜的器皿 它是个青铜的器皿 左边是一个人的手 右边是一个人的手 这个甲骨呢 是哪个字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小针字形 小针字形呢 在这个基础上啊 又加了一个耳朵 也说这个青铜器呢 是有耳朵的 那这是个青铜锂器啊 这个锂器还体型巨大 所以呢 需要两个人一起来 共同的把它抬起来 这个字形呢 就两个人一起来 抬这个青铜器的过程 这是那青铜器的耳朵 好 这个字呢 就是同意两个人一起去抬 我们看一下 这个甲子啊 它会 它是怎么变成我们现在的字形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把曲线拉直 曲线拉直 手呢 也变成直线 手也变成直线 这两侧嘛 接下来呢 把它连接 连到一起 所有这条线呢 全部都连到一起 就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甲子了 这是甲子的产生过程 好了 我们查看下一个字 好 这个字呢 还是金文啊 它是金文 中间这个呢 它不是王 它是玉 它是那个玉片 穿成 穿 用一个绳呢 穿到一起 那个玉片 这是玉 那双手呢 拿着玉呢 正在干什么呢 正在把玩 正在玩弄 所以这个字呢 就是弄字 同样的 这个字呢 这个双手呢 会变成什么字形呢 很简单 我们把它曲线拉直 拉直 再最后呢 把它连到一起 这个字形 大家知道什么字形了 就变成了 这种字形 好 这就是弄字的由来 所以呢 弄啊 就是在什么呢 把玩 玩弄 手中的那个玉器 就是弄字的由来 所以书文杰之说 弄啊 玩也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字啊 这个字是点 点击的点 它是怎么来的呢 很简单 这一二三四 它是竹简 这个是穿到竹简上的那种牛皮绳 用牛皮切成细条 玩来做一绳子 非常的结实 普通绳子呢 作为竹简上 很容易断的 下面依然是甲骨的双手 那这个字形呢 咱们很容易去给它改变了 因为你已经掌握了这个下面 双手在下面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之后竹简 依然是一二三四 再之后呢 我们把它串成牛皮绳啊 一根 串到一起 这就是点子的由来 再之后呢 把两边呢 就给它编短了 这就是我们点子的由来 点呢 就是书籍 过去的书呢 是用竹简的是吧 所以过去的书啊 一卷竹简上啊 其实没有几个字 一本一本书啊 它就需要很多的竹简 所以学富车呀 其实呢 表面上它是形容是我们这个 读的书特别的多啊 但其实呢 一车书啊 也跟我们现在的书比起来呢 它一车书也没有几本书啊 对不对啊 这是点子的由来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跟双手关的字形上啊 上面这是什么呢 上面是什么呢 这个尖 下面是双手 双手咱们知道了啊 双手拿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石斧 这种石斧呢 咱们变一下啊 这种石斧呢 就是 是个树叉 但它是倒过来的用的 把一个树叉 这么去用 之后呢 在这个部位里嘛 人们进入那些镶嵌法 用那个碳火 用火啊 在这里呢 把它埋到我们这个 树叉的这个树心里面啊 把它开始吹 渐渐的呢 它就在里面呢 形成一个凹槽 就是我们 在这个树叉的位置呢 一定要形成这样一个凹槽 画一个画面 那就这个样子的 凹槽呢 它会很深很深啊 通过用火烧的方式啊 形成凹槽 当然了 我用石头去 用那个去旋转的方式也可以 接下来呢 这种斧子呢 是有 是长 而且窄的一种斧子 它那种斧头的截面啊 是比较窄的 比较长的 这个样子的 它的斧子 斧头啊 是这个样子的 而我们 以前讲的金斧的金呢 金斧的斧头啊 它一般都是宽叶的 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金斧的斧头 这个点 这个斧子呢 它的头啊 比较窄 相信到里面之后 还要给它捆绑的 所以这种斧子 更大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来砍东西的啊 用来砍东西的 但是这个尖比较短啊 这就是后来的这个字啊 就是这个 甲骨文的这个字啊 这是它的树叉 这是它的斧头 用一个尖 代表它什么呢 带刃的啊 斧头 双手拿着它 这个字呢 变成什么字呢 很简单啊 上面是个斧子 所以它自然而言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金啊 变成金 下面双手呢 咱们刚讲了 一定会变成一横 点儿 点儿 这个字大家就认出来了吧 所以说 你看 这个字呢 特别好认 就是一个双手 拿着斧子啊 斧子 由金 变成斧子的 这是它的金文字形 这是它的小战字形 我明显看见到了这个字形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是那斧子的印啊 斧印 这是那斧饼 我双手拿着斧饼 我们看到很清晰的 双手拿着斧饼啊 这是兵字的由来 兵呢 在说一句字当中啊 它就是指的是兵器 后来引申为打仗的士兵啊 后来引申为什么战术啊 军队啊 好了 这个字呢 就是兵字的由来 这里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少啊 恐怖的由来 它有两种字形 他们都是我们的人的双手 都是我们的双手 最后会变成这两种字形 大家记录了吗